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三体系列的第二部 《黑暗森林》 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讲到 在故事的最后 人类捣毁了地球三体组织的老巢 夺取了三体人与地球联络的信息 从而发现三体世界的秘密 人类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 400年后 一个技术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文明 三体文明将会到达地球 把人类亿万年来的家园变成外星殖民地 于是从这一刻起 全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危机纪元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黑暗森林》 就是危机纪元期间发生的故事 在危机纪元 人类将和三体文明有一次硬碰硬的正面接触 同时三体危机还迫使人类走向星空 出现了独立于地球的太空舰队 成为了一支人类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类对于宇宙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那就是《黑暗森林法则》 那么到底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呢? 书中的主角又是如何跨过200年的漫长时光 和三体人对决的呢? 让我们现在就进入故事当中 在第一部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地球的基础物理学研究 已经被三体的微观智能粒子 质子通过干扰人类实验结果的方式给锁死了 这个锁死的后果非常严重 它不仅让人类再也无法在科学上 有像牛顿或者是爱因斯坦那样划时代的突破 而且还从根本上断了人类 依靠自身发展抵抗三体人的路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构成人类全部知识的各个学科 并不是彻底分离和独立的 它们之间存在逻辑关联和严格的先后顺序 大约135亿年 大爆炸形成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物质、能量和时空 这些基本特征构成了物理学 接下来物质和能量构成了原子和分子 研究这些原子和分子的关系的 学科就成为了化学 之后地球上有了生命 不断发展进化 这是生物学 而历史、文学、哲学 这些人文学科 则是在人类出现 并且创造了文明之后 才慢慢的形成的 因此呢 有一个学科研究的东西 是早于所有学科之前的 是最最根本的 没错 就是物理学 没有法拉第和麦克思维 关于电磁方面的物理理论 就不可能有电力革命 没有爱因斯坦和普朗克 关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知识 人类根本无法踏进原子时代 可以这样理解 物理学的进步是所有科学进步的发动机 三体人是非常机智的 他们明白 没有了物理学 人类在技术上只能够原地踏步 而物理学上主要的研究手段就是实验 因此呢 三体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派质子干扰我们全部的高级物理实验 让人类干瞪眼 白着急 科技发展 原地踏步 人类没有办法 只能够在现有情况下 跑去先提高其他学科的技术 但是 这就像两个武林人士的决斗 如果说你内功不够 招式再花哨也没用 再直接一点类比 三体人拥有战略导弹 而我们的手里呢 只有弓箭 哪怕我们不断地改进手里的弓箭 两个文明巨大的科技差异 依然没有变化 这就是危机纪元开始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类提出了两种自救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建立太空军 当三体人抵达地球的时候 人类将迎来末日决战 虽然说能够战胜三体人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但是人类并不甘心 坐以待毙 于是 危机纪元的第一个应对方案诞生了 人类开始建立太空军 试图对抗三体文明 然而在危机纪元初期 人类连太空空间站都少得可怜 而太空战舰的技术领域 则完全是空白 所以建立太空军的方案 推进十分缓慢 与此同时 人类的二号方案 却是可以立刻着手实现 方案二建立在一个 非常具有想象力的故事设定上 那就是 三体人没有思维 在黑暗森林小说的开篇 刘慈欣用很长的篇幅 写了一段对话 那是一段地球三体组织的 残余分子与三体文明的对话 从这个对话当中 人类得知 三体人的思维是透明的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人类 常常心里边想的是一回事 说出来的是另一回事 但是三体人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交流 完全是通过脑电波直接进行的 也就是说 想和说 对于他们来讲 完全就是一回事 这就让三体人和人类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因为没有办法隐藏想法和思维 所以在三体文明当中 没有秘密可言 同时 他们也不懂得 如何进行欺骗和策划阴谋 甚至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欺骗是什么意思 像小红帽这样的故事 三体人都不懂 更别说像三十六计 这样高级的谋略了 于是呢 在三体人面前 人类就有了一个宝贵的优势 尽管三体人可以通过 质子监督地球上的一切 但是他看不穿人类的思维 只要能够做到不和外界交流 每个人类的内心 对质子 对三体人来说 都可以成为永恒的秘密 第二个对付三体人的计划 由此诞生了 这就是面壁计划 它的具体内容是 在人类社会当中 选出杰出的人 让他们完全依靠 自己的思维制定战略 并且将战略完全保留 在脑海当中 不告诉任何人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则要用实践行为 作为一种手段迷惑敌人 简单的来说 面壁人的行为就是 你以为我在做的事情 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 这种高超的谋略之战 强调谋略的精细 与人选的精荡 数量上却不必太多 所以联合国行星防御理事 选了四个人作为面壁者 这四个人 作为面壁者 在全球经济资源和政治力量上 有着极大的支配权 联合国专门为他们配有理事 以便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 而面壁者的任务 则是用种种假象 建立一个精心伪装的误导方案 让任何人都不知道 他真实的意图 从而在和三体人对决的时候 出其不意取得胜利 一言以蔽之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这就是人类在危机机缘当中 应对三体文明的两种方案 一种是正面的 以太空舰队直接对抗三体人 第二种是迂回的 依靠人类的长处和谋略 来对抗三体人 那么两百年来 这两个计划 究竟执行的怎么样呢 人类自己的太空舰队 可堪一战吗 面壁计划 可以欺骗三体人吗 首先我们一起 来看面壁计划吧 在佛教禅宗当中 面壁所代表的是 心无旁物 静修参物 与面壁相对应的是 破壁 即大彻大物 为了应对面壁计划 地球三体组织的残余势力 选出了破壁人 目的就是去 攻破面壁者的思维壁垒 参透他们的真实意图 为三体人的降临 做出最后的努力 和禅宗的顿物相比 这是一种 多么残酷的另类参物 因为破壁之日 就是面壁计划 失败之时 那么面壁计划 和咱们这本书的主人公 逻辑又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和高大上的 面壁计划相比 逻辑实在是太普通了 他是一个三流学者 搞得还是比较冷门的 社会学研究 每天玩世不恭 生产着一些学术垃圾 基本上是处于 混吃等死的状态 但是呢 他的主角光环在于 他和我们在第一部当中 讲到的 大名鼎鼎的地球三体组织的 领袖 叶文杰 有过一面之缘 在一场短暂的会面当中 叶文杰建议 罗吉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宇宙社会学 他还给罗吉 两条不正自明的公理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扩张 宇宙中的物质 总量保持不变 他告诉罗吉 从这两条公理开始 他可以像 欧吉里德推导出 各种几何定理那样 推导和建立一整个的 宇宙社会学 但是 罗吉和叶文杰会面的时候 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 三体的事情 外星人的研究 已经烂大街了 罗吉也不够用心 自然就没有搞出个什么名堂 在一天 一场偶然的车祸 降临到了罗吉的身上 他从车祸当中醒来之后 直接被拉上了飞机 送往了大洋彼岸的 联合国总部 那儿正是面壁者的 第一公布现场 当时 先后已经有三位面壁者 被选了出来 他们分别是 美国国防部长 委内瑞拉总统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排在这三位了不起的 大人物之后 是第四个面壁者 罗吉 这一切来得毫无预兆 罗吉对此毫无准备 在面壁计划生成的同时 三体组织的破壁计划 也正式启动 但是破壁人 却只有三位 罗吉没有对应的破壁人 因为他根本 还没有自己的面壁计划 联合国的人告诉他 他成为面壁人的原因 和他的使命 需要他自己去参透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担 罗吉什么也没有参透出来 彻底蒙圈了他 不知道要做什么 更不知道如何做 相信不少的人 都有这样的感受 身边的人 纷纷胸有成竹的进入工作 自己却完全摸不着头脑 待立在原地 这样的情况下 失败和放弃 就成为了一个 非常可行的选择 但是和常人不同的是 罗吉作为面壁者 可以调动巨大的资源 简单的来说 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 而且还不需要 对任何人解释 谁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在面壁了呢 谁知道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种战略欺骗呢 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是计划的一部分 当其他三位面壁人 兢兢业业的投入工作 开始研究巨大当量的核弹 超级计算机等项目的时候 罗吉心理强的却是 去他的面壁计划吧 老子要尽情的享受生活 他要求联合国 给他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庄园 开始了自己奢侈放纵的隐居生活 沉浸在完全不问世事的状态当中 和另外几位面壁人耗费的巨额资源相比 罗吉的消耗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而且呢 相比于其他面壁人大张旗鼓 煞有介事的战略行动 罗吉的方式也显得更为神秘莫测 所以一直以来呢 联合国也没去管他 就这样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五年当中 其他三人的面壁计划进行有序 罗吉结婚生子 过着平静的日子 然而就在危机纪元的第八个年头 面壁计划迎来了第一个破壁人 被破壁的是美国国防部长 他搞了一个太空版的神风赶死队 什么意思呢 这位国防部长从国际战争当中汲取了经验 集中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太空兵 组成了一支小分队 国防部长声称 这支小分队会以自杀式袭击来毁灭三体舰队 这个计划听上去困难重重 因为本身接近三体舰队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破壁人看穿了这个计划 原来这支自杀小分队从来不是要直接攻击三体舰队 他们的目标是地球舰队 通过在地球舰队上秘密布置自杀装置 让地球全部战舰同时自毁 像自杀式袭击一样 与三体舰队同归于尽 破壁人嘲讽了一通国防部长这套泯灭人性的策略 国防部长在绝望当中自杀了 接下来第二位面壁人 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硬汉总统 他的策略是搞超级核弹 然而呢 炸弹的攻击目标也不是三体人 他的想法比美国国防部长更可怕 他要让整个太阳系和三体人同归于尽 具体的方式是 先用核弹轰炸最靠近太阳的水星 让水星坠落到太阳当中去 引发太阳内部的连锁反应 让太阳变成吞噬一切的死神 连锁反应最终将会让金星 地球 火星 这些行星 一个一个的像流星一样 坠落到太阳里去 到时候 无论来犯的三体舰队多么强大 都会随着太阳系的毁灭 瞬间灰飞烟灭 当然 这是设想当中的最坏情况 这套战略的主要目的 还是让三体人看到其中的利害关系 作为威胁三体人的最后杀手锏 但是呢 当三体破壁人 将这位南美硬汉的计划 公之于众的时候 人类第一个不答应了 他们觉得 为了实现这样的战略 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这简直比十个希特勒还邪恶 于是呢 这位南美硬汉就被人们看成了 比三体人更可怕的魔鬼 竟然被自己的人类同胞活活用石头砸死了 真令人唏嘘 至于第三位面壁人 那位诺贝尔奖科学家 表面上是研究脑科学 通过技术提升人类自身的脑力 从而加速科学发展 但是实际上 他的策略是研究出植入人脑的超级芯片 在微观层面上控制人类的大脑思想 从而让人类变成没有恐惧 只知道执行命令的生物 来对抗强大的三体舰队 但是被控制思想本身就是人类最恐惧的事情之一 讽刺的是 这位面壁人的破壁者 就是他的妻子 在被妻子破壁之后 这位面壁人也慢慢的被遗忘 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就是前面三位面壁人的结局 他们都失败了 就在面壁计划即将破产的时候 罗吉还是我行我素的过日子 啥也没有干 联合国忍无可忍 决定对这个不靠谱的面壁者施加压力 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联合国还告诉他 为什么选他当面壁者 原来 罗吉是全人类当中 唯一被三体人发布明确命令 要求除掉的人 这就是他能够成为面壁者的真实原因 现在的罗吉必须找出 他对三体文明真正的威胁所在 否则他将永远无法再见到自己的妻儿 此时 罗吉的脑海当中 突然闪现出了那几个字 宇宙社会学 那是叶文杰当年告诉他的 虽然说后来他搞的课题失败了 但是 当年叶文杰对他描述的宇宙社会学图景 却历历在目 两条公理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扩张 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从这两句话出发 在成为面壁人的第六年 罗吉终于投入了工作 面对星空 罗吉的心中首先产生了这样的疑惑 既然距离地球最近的星系都有外星文明 那么宇宙当中一定存在着海量的高等文明 可是为什么人类从未获悉过它们的存在呢 就好像这些高等文明隐藏起来了一样 罗吉开始苦苦思索答案 首先 按照叶文杰所说的两条公理 宇宙中的总体物质和资源是不变的 但是宇宙中的文明就和培养敏当中的细菌一样 迅速增长 为了获取宇宙当中的物质资源 所有的文明都会投入一场残酷的竞争 可是如果是这样 宇宙应该早就拥挤不堪了 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它还是如此的空旷呢 这是因为宇宙猜疑链的存在 什么是猜疑链呢 让我们把宇宙想象成为一个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作为其中一个猎人 你是否敢向一个你刚刚发现的猎人打招呼 你不敢 为什么呢 设想 如果说那个猎人是恶意的 那么暴露了自己位置的文明 马上会被击毙 即便那个猎人声称自己是友善的 但是你怎么能够确认这一点呢 也许他就是要你放下警惕心 然后再消灭你 再退一步来说 就算可以确定他是友善的 可是你有怎么知道 在他的心里没有在猜疑你是否有恶意 要知道在宇宙这样的黑森林中 隔着遥远的距离 完全有效的沟通是不可能的 于是文明之间只剩下不断的猜疑 这就是猜疑链 这种猜疑链永远无法消解 在宇宙的黑暗森林当中 它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文明的善恶和道德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一旦文明进入了猜疑链 能够做的选择只有两个 攻击对方或者隐藏自己 而按照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可以推论出 为了生存下来 文明必须隐藏自己 在无法隐藏自己的时候 攻击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并且文明并不是只有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才会选择攻击的 地球的生命早在三十多亿年前就诞生了 而人类文明只有五千年的历史 这五千年当中 现代技术是在最后的三百年才发展起来的 这种速度在宇宙尺度上 与其说是发展 不如说是爆炸 这就是说 在宇宙的森林当中 一个在远距离上看 可能还处于萌芽期的文明 很可能突然技术爆炸 成为一个有威胁的对手 那么为了生存 你会选择打击他 还是养虎为患 等他做大成事 答案不言自明 讲到这里 其实一个宇宙社会学的完整图景 已经显现了出来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他必须小心翼翼 像幽灵一样隐蔽 因为林中到处都是和他一样前行的猎人 如果说他发现了别人 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 不管是老人还是婴儿 他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 开枪消灭对方 在这片森林当中 他人就是地狱 任何暴露自己的人 都将很快被消灭 这就是宇宙社会学的真相 只要发现了另一个文明 那么攻击就是必然的选择 仰望星空思考了无数日夜的逻辑 终于参透了这个可怕的真相 接下来 逻辑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去验证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 他把一个距离地球50光年的行星坐标 通过太阳的信号放大功能 进行了宇宙广播 在第一部当中 叶文杰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三体星系发出了信号 如果说黑暗森林理论真的成立 那么这个被逻辑暴露位置的恒星 很可能会被别的文明打击摧毁 此时 人类的冬眠技术已经成熟 可以通过特定的措施让人类陷入沉睡 身体跨越漫长时空而不会衰老和死亡 罗吉的七儿就已经处于冬眠之中了 发布了宇宙广播之后 罗吉也进入了冬眠状态 如果说他的策略真的生效了 也就是50光年外的那颗行星真的被攻击了 就可以唤醒他了 到此为止 罗吉的使命告一段落 罗吉冬眠之后 面壁计划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但是危机纪元的历史 还是随着所有人的恐惧和希望 不断的向前奔涌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 人类的太空军计划 危机纪元初期 世界转向战时经济体制 全力发展太空军事 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重工业严重污染了环境 温室效应 厄尔尼诺现象 土地沙漠化 接踵而至 最终导致了农业大量减产 人类文明遭遇了大低谷 在50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从83亿 锐减到了35亿 沙漠化的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但是文明的存续 就像是一个奇妙的轮回 有绝对的低谷 也就会出现下一个高峰 在危机纪元的第100年左右 大低谷结束了 从危机纪元最初的巨大恐慌当中 恢复过来的人类 提出给岁月以文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人类自身的发展 重新放在第一位 把对抗三体人放在了第二位 集中精力搞建设 用了20年时间 实现了人类的文明复兴 太空军的计划 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昔日的太空作战设想 终于不是一指空梦 到危机纪元第200年的时候 人类已经建立起了 庞大的太空舰队 因为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成熟 人类已经能够随心所欲的使用核能 依靠用之不尽的能量 人类在沙漠化的地表之下 建造了宛如巨大树林的地下城市 与此同时呢 人类检测到 一个疑似是三体文明探测器的东西 正在逐渐靠近地球 那是一个水滴形状的航空器 在望远镜的观察当中 显得精致小巧 它的表面是一个绝对光滑的镜面 优美的弧形外表 让它像一滴温和哀晚的眼泪 信心满满的人类认为 那是三体舰队派来谈判的和平代表 于是 人类也启动了这些年来的科学成果 2000艘太空战舰 从木星基地起航 气势磅礴驶向太空 去迎接水滴的到访 太空中的舰队排成了方阵 派出飞船向水滴前进 在与水滴的距离几乎为零的时候 通过探测 水滴的外表震惊了所有人 在人类创造的物体当中 即使是最光滑的表面 在高倍显微镜下 也会暴露出粗糙不堪的样子 但是水滴的表面 无论被放大多少倍 依然是光滑的平面 它使用的是一种 人类无法想象的材料 就在人类的巨大震惊当中 水滴迅速启动 它以人类舰队根本无法反应过来的速度 发动了攻击 像一颗直线冲刺的子弹 依次穿透了排成矩阵的一艘艘战舰 轻松的如同是穿针引线 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 人类全部的太空力量 两千艘太空战舰 近乎全毁 只有少数几艘逃出生天 而水滴根本不屑于使用什么黑科技的攻击方式 它用的只是人类最熟悉的方式 撞击 盲目自信的人类认为 他们建造的飞船已经赶上和超越了三体文明了 殊不知 蒙古骑兵的速度也超过现代坦克 当骑兵冲向坦克会是什么后果呢 人类忘了自己和三体人在科技级别上的差异 忘了自己的基础科学早就被那个和水滴同样可怕的质子所死 于是一切的努力都成为了躺壁挡车 人类的信心再度熄灭 文明的火焰又一次暗淡 水滴过后 末日战场上一片死寂 为数不多的几艘战舰因为及时逃离 幸存了下来 尽管侥幸存活了下来 但是他们知道 作为战场上的逃兵 自己再也不能返回地球了 他们只能够驶向宇宙更深处 为地球保留文明的火种 在这几艘战舰之间 黑暗森林的理论竟然也是适用的 在逃亡的战舰上 现有的资源并不足以维持所有人的生命 根据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定理 几艘战舰必定不能够同时存活 这样一来 争夺资源的这几艘战舰 就像是宇宙当中的几个不同的文明 它们之间已经形成了 对方会不会为了夺取资源攻击我的猜疑链 于是 一个残酷的选择摆在他们的眼前 要么等死 要么攻击其他战舰 最终 蓝色空间号成为了这个黑暗森林里的赢家 它摧毁了其他舰船上所有的生命 搜集整合起全部物资 是向黑暗未知的宇宙 这艘蓝色空间号将会发现 宇宙除了黑暗森林之外的 另一个巨大的秘密 请期待它不久之后的再度登场 接下来 让我们从星空当中回到地球 再一次回到主人公罗吉的身上 太空舰队几乎全军覆灭 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 人们发现 那个远在五十光年之外 被罗吉公布了坐标的星系 在不明力量的打击下毁灭了 事实终于证明 罗吉的理论是对的 人类世界立刻宣布 重启面壁者计划 唤醒了冬眠当中的罗吉 罗吉也清楚 人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黑暗森林的原理 威慑三体人 除非三体人停止攻击 否则人类将发布太空广播 公布三体文明的星系坐标 但是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办法 公布了三体的位置 发射信号的地球的位置 也就暴露了 整个太阳系都处在危险之中 宇宙森林里的那些可怕猎人 在摧毁了三体文明之后 同样不会放过地球 这就好像是用人肉炸弹 威胁要和对方同归于尽 人类堵上了整个太阳系的身家性命 在威胁三体文明 然而 三体人知道了这个计划 他们用水滴挡住了太阳 太阳就像是人类 向宇宙发射信号的放大器 喇叭 水滴遮挡住了太阳 人类的放大器就被屏蔽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罗吉开启了他作为面壁人的第二个谋略 按他的要求 人类在太阳轨道上布置了一层油膜物质 表面上看是为了到时候 引爆这些物质 扩散成尘埃云团 让200年后抵达的三体舰队 在这些尘埃云中留下踪迹 为人类提前做预警 而实际上 这些油膜物质的位置 是罗吉精心布置的 一旦爆炸 形成的尘埃云会成为一种 特定图案的遮挡 可以使得太阳光发生闪烁 这个闪烁信号所传达的 将是三体星系的具体位置 这等于是绕过了水滴的屏蔽 让太阳变成了一个宇宙电爆发射器 而这个发射器的按钮 就在罗吉本人身上片刻不离 他知道 至子正在密切地监视着他 于是他向操纵至子的三体世界 发出了威慑喊话 要么公布三体星系的位置 两个文明都在黑暗森林的打击中 同归于尽 要么三体停止入侵 永远滚出太阳系 千军一发之计 三体世界做了个决定 至子在空中展开 显现了一行字 我们是败在了计谋上 三体舰队撤退了 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 进入了威慑和对峙的状态 五年后 罗吉一家人 坐在一片夕阳下的草地上 阳光照耀大地 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新时代 威慑纪元 可是黑暗森林的恐惧 却是这阳光当中永远的阴影 毕竟 人类对三体的威慑依靠的 就是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 这就是黑暗森林这部小说的故事 那么 人类对三体人的威慑 是否能够换来永远的和平呢 传说中的降维打击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在终将遭遇死神的宿命当中 文明会做出怎么样的挣扎 下一期 死神永生继续为你讲述 良品的 死神永生继续为你控制